另外在工用类的股份方面 我覺得是長禍 不妨可以去敲一敲 因為他由高位堆下來 今天也將他推出一些新聞出來 他又賣了一些歐洲資產 但之前也公佈過他會有些出售 現在就完成了那個交易 他有些錢回來 再加上有些新出來 都會吸引到一些市場 繼續留意這個股份 再加上股價調整下來之後 所以今天也帶動到股價 今天就在升1% 現在就有0.76%左右的水平 你記得到在日來講 在低位其實有些賣款買回來 一個原因就是有些項目出色 令市場可以注意到 另外其實這些股份 一直都會有回購 第三就是那個息率 同樣都是息率 我覺得現水平來說 那個息率相對上會比較重要 但息率其實都會有4.7% 所以我覺得不妨可以去留意一下 如果現在你想去找一些股份買的話 這些公共股 那隻長和也會是其中一隻 可以去留意一下的一個股份 他也是有息收的